2019年9月7日晚上 伊朗革命卫队炮击不明飞行物 这段视频展示了伊朗防空炮兵 如何在位于与巴基斯坦接壤的 萨拉万事上空的一架不明飞行物作战 本视频据传由伊朗革命卫队视频拍摄非常珍贵 萨拉万是伊朗的城市 位于该国东南部海拔高度1168米 从谷歌地图来看该地区比较险峻 有人认为也可能这段视频是伪造制作的 但是视频中可以惊奇地听见有人高声呼喊UFO 似乎我们能确认炮击者是知道那个东西是不明飞行物 但是他们仍然毫无畏惧地对不明飞行物猛烈地开火 对于军队而言 只要闯入了军事禁区的不明飞行物 执行命令是第一的开火 不管你是人类或是外星人 但是这个不明飞行物真的可能是外星技术的产物 在这个视频中 这个明亮发光的UFO移动得非常之快 非常灵敏 不像是无人机 在视频中可以发现UFO在高射机枪或者高射炮射击中有加速逃逸的动作 其飞行速度甚至超过了子弹的速度 一般的手枪子弹出速就已经可以达到超音速水平 而动能更足的步枪子弹速度更可以达到两倍音速以上 而通常17点毫米的二连或者四连高射机枪 子弹的速度更能达到900米每秒左右 是音速的三倍 可见UFO的速度极快 绝对不是无人机 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介绍过Fast Walker Fast Walker是北美航航私定部和武装部队分支 用来描述高速运动或改变方向的远程空中现象的术语 远远超出当前人类航空航天技术的能力范围 根据已经观察的事实发现 Fast Walker可以寻地表 网格巡逻 可以90度直角拐弯 这些Fast Walker具有人工制品的形态 超快速度 智能飞行模式是UFO存在的客观证据 无法用自然现象视觉误差来解释 如果不是人类秘密拥有 那就是地外为名的 最主要的一点Fast Walker快速行走者的一款主力造型也出现在这段视频中 这种半月形UFO曾经在视频中仔细研究过 我们可以对应比较一下两种高清图片 图片中出现的两种不明飞行物和本次视频中的UFO造型十分接近 该部名飞行物在敲铃待遇中不去交叉火力自如的来回穿梭 可谓咸甜心度甚至有挑戴的意味 视频中UFO的功用度明显比快速行走者要组装 似乎拍起了防护能量罩 下面的影片我们可以看到UFO具有磁力防护照的能力 UFO的推进具有两个系统 用于太空旅行的离子推进装置和用于行情大气内部的磁推进装置 UFO被磁场包围 遭成了飞船附近的许多非自愿事故 磁场也可以被引导 从而成为一种非常强大的武器 类似于通道极光 外星人可以使用这种武器来撤回导弹并击退攻击 这种强大的磁场也可以让飞船必要时产生光学畸变 甚至使飞船可以隐形 曾经有一个类似的案例在朝鲜战争期间 1951年春天 美国陆军步兵第25时27营和第2营 在军事地图上被称为铁三角的地区 他们看到天空有橙色发光成体让美军热力射击 随后这些飞船发射了射线攻击士兵的事件 1942年2月24日午夜爆发的洛杉矶之战 大概也属于记录人类大规模和UFO交战的事件之一 此外各国空军和UFO交手的事件也偶尔有发生 例如1976年9月19日临程 伊朗空军的F4战斗机在德魁南以北和UFO交战 电子设备早到所死 导弹无法发射 在比如1980年4月11日的清晨 秘鲁首都以来1000公里以外的空军基地 一架战斗机在追赶一个UFO并进行攻击 但最终这架战斗机并没有击中UFO 本次影片中的UFO是属于美军的吗 还是属于来自外太空的飞船 这个世界太大秘密太多 那就让我们一起探索宇宙的奥秘